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丹丹是这些员工的培训师 她要时刻关注员工的情绪和行为 培训他们的工作技能 甚至是培养他们的生活习惯 下午你不可以为他通过的事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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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每次做舍服务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拿这个 知道了吗 赶快请看着我好吗 工作不能剪吗 不止 然而就业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 却并不容易 玛丽娜和丈夫纳达来自以色列 他们是融创工厂的管理者 面对前来应聘的心智障碍者家长 玛丽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相信他 我们就像我们这种家庭 你指望你家长比孩子多活一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奔着希望 就觉得他能就业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 做梦都要笑醒了那种感觉 就他们开始有自我的这种意识了 能够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间 有尊严和存在感 面对庞大的残障技术 这间小小的工厂 更像是一束微光 他为努力生活的人们照亮 其实中德融创工厂的话 主要是靠订单来维持我们的运营 我们的订单是嵌入在 整个泰仓的这个基于德国企业 发展起来的汽车制造业上的 我们70%的订单都在 中德融创工厂的诞生 与中德合作在泰仓这座小城的 务实深化密不可分 这里集聚了约400家德企 合作模式也从单项投资 渗入到了文化教育 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 2015年 泰仓欧商投资协会 借鉴德国心智障碍者就业模式 创办了中德融创工厂 王力今年三月刚刚加入融创工厂 短短几个月内 类似的内容她讲过很多遍 但每一次讲都还是感到压力 因为依赖太多的天时地利人和 融创工厂的复制并不容易 所以他们不断地请别人来参访 进行残障平等意识培训 想要通过这些交流方式 让更多的人看到并相信 心智障碍者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在培训别人的同时 王力也在辨别着自我身份 他是一名心智障碍者的手足 弟弟小吉今年二十五岁 是融创工厂的产线员工 到这边来以后一方面就是 他有很多人跟他互动 有一个工作的场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有一个独立生活的空间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东西 以后才开始有一种自我的意识 小吉一个人生活 王力和同事合住在公司宿舍 为了方便照应小吉 他在附近给弟弟租了房 每天下班小吉会做好晚饭 等姐姐回来吃 然后再陪姐姐散步 送他回宿舍 你今天是不是试新产品了 是呀 检查文件 检查文件 那你合适我 合适你 嗯 那你要跟张姐商量 看你在这边不敢说 我在旁边你不敢说 嗯 为啥 怕你骂 怕我骂 那你在公司看到我还害怕了 嗯 好 我骂 你走上好 干杯 谢谢 不客气 你放了是不是你要放整 放平整 你那个糊起来的话 你肯定是有不良品的 在这个车间里 所有的工作流程和工装模具 都经过了重新设计 为的是更加符合心智障碍者的使用习惯 从而保障他们的安全 保证产品的质量 荣荣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员工 为了她能有一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 他们从东北举家搬到了泰仓 幸运的是 荣荣妈妈也在泰仓找了一份社工工作 别人觉得你看还有老人 我们95岁了 也带来 开车来的 1500公里 但是没觉得没觉得难 觉得还挺开心 因为我们是奔着希望 大部分员工乘坐班车上下班 在车间里有些拘谨的荣荣 下了班却成了开心果 快乐 我自己起个名 原来没弄微信 弄好微信的 他说 我说你自己起个名 然后他自己想 我后来说叫小蝴蝶吧 我是小蝴蝶 我什么也不怕 今天做安全法 等儿飞出了个不良品 觉得终于破茧成蝶了吗 月花啊 又继续天涯落 去年我们结婚二十年 我们还去拍了一次婚纱照 最大的愿望就是 就是能给更多心理障碍的姐姐 做心理孤导啊 你会心理孤导吗 对 对 他们如果心里边想啥的话 我可以帮他们开导一下 都说说 对 这个就是心理 对 就是心理孤导 那我建议你将来去考考 心理心理师 不行吧 对吧 那就我教完你 我再给你发个证 李荣家庭那个批准 李荣为家庭心理治疗是三级 好吗 你要三级还要二级 三 哎不是 你觉得三级好还是二级好 二 等一下 你说对了 好了没办吧 我再看了 他干嘛 对 前 后 左 右 右 我看谁还不会会 哥哥伸直了 好 老生杰伸直了 哥哥两个哥伸直好换 好 哥哥伸直好换 爻生杰 今年二十岁 他常常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 对外界的变化非常敏感 单单的变化 格外关注她的情绪波动 白板怎么擦掉呢 是不是写得不好看啊 我不想让别人看啊 对吧 是不是 是的 那我刚刚给你擦干净了 然后也把你的名字写上了 我写的是一个白板 然后以后 以后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脏了的话你就跟我讲 然后我给你擦干净 可以重新用它 你知道了吧 知道 但有时她却很专注 动手能力不错 常常超额完成产量 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现场 在玛丽娜和王丽的鼓励下 姚盛杰爸爸和几位员工家长 组建了不同之美家庭小组 他们希望以互助的方式 共同前行 家庭小组的第一次活动 是一场融合运动会 这么大了 小弟弟长大了 哇 我一直希望就是做一个 给家长给我们本身工作之外的 提供一个平台 就是太感谢杨盛杰爸爸 出手了 所以从今年终于开始了 多一起享受我们这个生活 慢慢也是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帮我们的运功融入这个社会 为了照顾姚盛杰 四年前姚爸辞职 开了这家小店 就是上班大概不到两周吧 就在这里 然后有个客户坐那里 然后我就跟客户聊天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他说我是做编程的 他坐在里 我是做弹珠的 我是做弹珠的 这种自信 哎哟 超开心的 他上班两周 就拐编就是那么大 非常释放的一个出路 因为像他以前 估计也是很压抑 很超苦 孩子怎么办怎么办 我下午讲到的内容都被你讲完了 我下午没话讲了 是吗 我俩可没追我吧 今天下午是不同之美家庭小组的第二次活动 姚爸要向来自台仓本地和外地的心事障碍者家长 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分享我的经历 那不是今天下午一个半小时能分享完的 那可能一天半两天半三天半我也分享不完 我本来我是因为这个孩子 我觉得前途一片黑暗 但后来几十年过去之后的话 我突然觉得我因为这个孩子 就是我的生活非常精彩 姚爸住在离泰仓三十多公里的昆山 自从儿子上班后 他承担了接送任务 一天两个来回 一百多公里 你今天走这边的没有拐弯 这边的昆山时间比那边的昆山时间短 他有时开玩笑说 每月跑掉的汽油前 都快赶上了儿子的工资 但他每天还是准时上路 风雨无助 那也是 也奇怪了 要是你的车对大如流是吧 同志我们就给我们答案了 可以上班了 简直那天我们就一家四口 就在泰仓聚了一下 真的太兴奋了 你还准备了材料吗 可以 你准备材料吗 基本没准备 我不是跟你说了 就带一张嘴过来 然后就可以了 好 自闭症孩子的爸爸 也就是中德融创工厂里面 一个员工的父亲 我们的那个不同之美的 这个家长组织 我们还要努力地 去接受更多的 跟我们相似的 相类似的这种家庭 我们共同地去努力 可能 到我们孩子老的时候 社会环境又变了 已经变得不用我们 我们现在还在研究着 到我们老的孩子怎么办 也许几十年以后 不用我们担心了 工作服 工作服你现在穿了干嘛 好你穿吧 有没有你这样穿衣服的 我都不在啊 不在啊 不在啊 最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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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圣洁喜欢做家务 她会把洗干净的衣服叠好 放进每个人的柜子里 还会补袜子 他有时自言自语 但没有人懂 经常打扰我学习 天天开门关门开门关门 动动动动 我就不能读书 开书学习了 然后我这边贴一截儿 然后你就是说 敲门 敲门 敲门我答应了你再进来 这很听话的 他半边订歌就不进 然后把衣服就丢到外面 等到他让他进来之后 他还把他拿回去 随着预产期的临近 玛丽娜每天都很忙碌 她要赶在修厂价前 为每个员工完善成长规划 我跟张姐 我跟帮人家离我远一点 尽快把大奥特的目标已经定好 我开始慢慢开始做 这情况是还是不行 那可能我们要换目标 或者是 这边跟这边都比较 小吉坐在了新的工位上 但因为对电脑不太熟悉 他还是遇到了困难 他会安排工作 那我就做这个 这个我们下周再训练 没什么 他期待的办公室工作 恐怕还需要多一点时间的等待 有点什么事儿生气 好点 好点走啦 好点去个医院 住医院还是 好点去不去住医院 28号就起了 28号生了 喝完水 上完厕所 就上二楼 就要死你们的好东西 你们都知道 我怀孕了对吧 可以看得出来对吧 所以从就是明天开始 我就开始休假了 我估计后天要生了 到时候如果你们要的话 你欢迎来到我家 看看小宝宝 所以本来我是昨天已经开始休了 但是因为上个星期没有来得及 就今天就来给你们打个招呼 好吧 好 好 但是我生完了之后 可能休息一段时间 我还是会过来 经常看你们 好 好 好 妈咪啦 你是不是这么晚 你刚刚把宝宝再来了 对的 后天我生了 我生你啊 对 你生一样 就像这样 谢谢 你生一样 谢谢 你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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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个心里非常清楚 我儿子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工作以后的变化 我们努力地让他们能够 融入到这个社会 和工作环境的东西来来 都能在这个社会中间找到自我 然后呢 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那这个朋友怎么了 就过去 不同之美家庭小组 邀请了很多其他地方的 心智障碍者家长 来融创工厂参观 要把希望把自己的相信 带给更多的人 只要你认真生活 生活肯定也不会亏待你 不要害怕 真的 孩子不是我们的灾难 不要同情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同情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的孩子 更多的是需要接纳 谢谢你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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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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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融姐姐 也好 融姐姐 那我们做朋友吧 在心智障碍者家庭开放日上 融融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因为有着类似经历 女孩似乎想起了伤心事 想当心理咨询师的融融 就这样提前遇到了挑战 您好 您下班了 慢点 没关系 我可以吃 无事 喂 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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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哎呀 李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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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厉害 厉害 我选了 选了 我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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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 我们聚焦共益 社会融合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也让我们共同获益 我们每年 我们的亲爱的奖务 姚慎杰上台颁奖 家班不能过来的 我知道 我妈妈家班是考房子 让我看看咱们的新家 哇塞 要把这种贴着保护的这种蝴蝶 姨 因为我们是小蝴的爷爷 荣荣一家克服困难 在台仓买了房 他们准备在这里 度过来台仓的第一个信念 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每天都很清楚 都很认真的生活 你不说加班吗 姚盛姐 不加了 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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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呀 你妈咋回事 你不说你妈妈了 是 是吧 姚盛姐的执着 让她牢记着家里 每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特别是妈妈的生日 你是妈是 后来是面是 把圣洁看看吧 你能不能笑一下 咦 夏天是我 然后新鲜学学校 好 耶 值得骄傲的一点 这二十年我坚持下来了 虽然说我很辛苦 但是我很幸福 这三十年我坚持下来 你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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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还是每天做饭 等姐姐回来 只是 她陪姐姐走的路 越来越短 而她 却越来越独立 我到了 你要回去吧 好吧 我也回去吧 你要导航吗 再见 再见 所以他们把这种相信 带了过来 那可能我们就是把这个相信 再继续往外拓嘛 你要相信 有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在前面 在融创工厂 和这些人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 共融社会的努力 它让我们学着接纳 理解 和共情 也许有一天 这输光 会变成几千盏灯 这输光 在融创工厂